想打NBA 因为我们也有问过他 说他们将来想做什么 他说我想打NBA 当然这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 但是在我们做家长的角度 就觉得梦想不要紧 最重要是你有一个目标 这个理想我们会尽能力帮你达成 到最后你能不能做到 做到我也会让你开心 但是你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你在这条路上你有付出过 我觉得你的汗水不会白费 因为始终你有付出 你会有得着 其实他一个星期训练 我想日子起码都有四五天 有时可能早上和下午都会有 就是不同地方 都是多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很多 我想和大部分年纪的小朋友 其实都差不多 只不过其他人可能一个星期 四五天做四五样不同的活动 阿石就是四五天做同一样活动 所以感觉上他好像放了很多很多时间 在南球 其实跟其他小朋友都一样 大家都放了很多时间 在他的运动上 只不过阿石的兴趣是一样 所以感觉上的资源上面 时间上面会放得最多在这里 因为打篮球很开心 他知道他每逢weekend 他都需要去练习球 有时他可能会礼拜五放了学 比如他没有去打球 他会礼拜五晚上 他会主动做完那些空货 或者是星期六早上 他会先起床做了 因为他知道星期六日 可能要去某些地方训练 或者约了一些朋友 去街场打 他会觉得做完那些东西 就是做完他应该做的东西 然后就会做他最想做的东西